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最近廣州发布了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基本讯息 截止到2023年年底 广州市老年人口突破了200万 其中荔湾月秀海豬的老龄化程度较为明显 荔湾区排名第一 老年人口占该区户值人口的31% 反映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大家的养生保健的意识强了 大家越来越长寿了 是一件好事 好了 今晚的二手榜 有什么猛料 猛料 首先 男团 亚錦赛冠冠 11比4人的战略 我帮助工业是 苦战五局的情况下 以3比2的匹配 战胜了中国特别的选手 林汝 作为帮助中国对13分级的匹配 战胜了中国特别的获得了本届 广东一州新增1770例灯架热 青海湖出现龙吸水景象 我会输水 交警回应男子在广州内环 疯狂飘尺 美国佛州因据封章指超百万人撤离 未来几日可能发生大地迟告 男子用斧头风跑走失手现场 再来关注天理方面的情况 广州气象台方面就说 从今年3月23日广州入下计起 截止到前日10月9日 广州的夏季日数已经达到200日 广州最长的夏天的纪录是多少日呢 就是1994年的夏天 是长达234日的 今年会不会破纪录呢 我们拭目以待了 看看接下来几日的天气变化是怎样 关注新气象 未来三天 我视天气持续干燥 早晚清凉 今天一大早 各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 已经生效中 虽然广州还未到气象已以上的秋天 但是早晚已经没那么热 就夜温差大 注意昔时添减衣物 相信不少孩子已经在庐厂 看到了二木棉 二木棉又叫美人树 美丽急背 施木棉等 是木棉科 多二木棉熟的落叶大桥木 广州地区的二木棉花期是10月至12月 开花时花多叶少 花大茅蜜 花色繁多 有红、白、粉红、黄等颜色 花借后春季生叶 枝繁叶茂 二木棉不单只是街头行尾的颜值担当 果实里面的碎状物还可以用来做枕头 秋高气爽 蓝天白云 再加上二木棉的点缀 这就是广州人专属的秋日浪漫 想看的朋友快去沉迷吧 看看明天的天气预测 广州 晴天气温24至31摄氏度 第十五届中国航展将在11月12号到17号 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行 今年珠海连州通用机场将打造中国航展第二展示区 举办无人系统演示区系列的活动 目前现场的建设情况是怎样呢 今晚看看 中国航展第二展示区演示区总面积33万平方米 其中无人机演示区3万平方米 包含了静态展示区动态演示区 截至目前已确定有16家无人机企业 攜39架航空器参展参演 大概三战平方米的综合馆 将集中展示低空经济 无人船等展品 涵盖整机制造 系统研发 航空配套 人工智能 基础设施 应用场景和服务等领域 已经有37架企业和机构 踊跃参展 此外 无人船演示区 建设面积 大概30万平方米 有多架企业的9手船 将参加展演 不少展商将葵带最新产品 手展手授 令观众感受 包括无人系统在内的前言成果 双维CD 它具备卓越的短距的起降能力 能够满足这次 我们第二展示区的一个相关条件 可能是这间航展 唯一的一个要进行 就是飞行表演的 蹲级以上的大型的固定义无人机 我们是中国第一家 参与军方无人直升机 定型建设的民营企业 我们的无人直升机 会在现场进行消防灭火的演示 第二项展示呢 是Q20无人机的编队飞行 同时我们还再延一款 R6000航空级的轻转旋翼无人机 这也是我们将会在本次 珠海航展亮相的一个重磅新品 会进行全球首次我们这个陆地航母的全流程动态展示 就是我们的陆行铁和飞行铁它到底是怎么样实现一个自动分离和结合的 那我们将在珠海航展上面给大家做一个揭秘 中国航展第二展示区 中备11月10日至11日 进行每日4小时的无人机 和每日3小时的无人船预演 11月12日至14日的每日10点到12点 14点30分到16点30分 进行市场4小时的无人机、无人船动态表演 届时应该也会有军方的一些无人机的采与 接下来随着航展推荐 在无人机、无人船还会有所增加 另外第136届广交会将在下星期二 10月15日开幕、11月4日结束 今届展位多达7.4万个 线下的参展企业超过3万家 为总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商 白云机场口岸开设了广交会的专用通道 设施保障参展人员、货物便捷通关 看看有多便利 收手 目前白云机场口岸共有42条国际货运航线 航班来往国家及地区居持五位 为日本、美国、韩国、菲律登、中国、台湾 国际及地区货有吞吐量占机场总吞吐量近七成 10月1号零时至10号九时 白云却入境边防检查站 共计查验超650架次国际货运航班 其中入境航班超330架次 全力保障电子家电、五金工具、建材家具等 多批次剪片顺利入境部剪 我现在来七年来来中国 为商业 每年有两至三次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东西 我们可以找到每个厨房 我们工作为电动物件 为确保出入境想向北斧安全有罪 白云边检站开了查验窗口 并组建了多语言自愿服务小组 与机场、航司等物质配合 为港交会运载参展物资的跨境运输航班 实施7成24小时快速清仓查验 为展品和货物出入境提供便利 同时我们在口岸实施重要货机 紧急货机先办 直接往返中转连飞免办等便利措施 优化货运航班机组手续办理流程 为企业降低时间和经济成本 全力保障广交会境外参展 尽力出口货运航班 好来快走 另外昨天以这个智慧生活新入口为主题的 2024上海国际消费电子技术展 在上海举行 展会展示了一批智能穿戴、人工智能 养脑健康等科技的产品 更有不少来自我们广东的人工智能终端的 生物总量上 来我们今晚开眼界 展会现场热闹非凡 一些前缘科技展品吸引了很多观众 注足观看体验 眼前这款新一代AI足企机器人 首次将象棋、围棋、国际象棋及五指棋 进行四合一体 通过一个机械比与体验者置于对异 这个让不少观众都忍不住上前过下手印 新鲜 另外他会说话 培养小孩、儿童的启蒙 或者说老年人因为他有智力 有些方面受到疫情 这个真的都可以用 据了解 这款产品的研发生产都是来自广东深圳 而它综合了前三代机器人的特点 让寿终也从专业的人群转向大众百姓 产品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定位的人群是不一样的 我们有前面的专业人群 现在再去一些更通用的人群 这是应和了市场的这种要求 前会上同样被受关注的 还有款外型号是汽车座舱 搭配多船翼的双人智能电动飞行器 让人畅想到未来智慧生活的应用场景 挺酷的 走到这儿就 整个短短走到这儿还挺眼前一样的 未来的趋势比较吸引我 就是如果未来大家不用堵车 可以驾驶着自己的车 又能够飞在天上的话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华创新 速消费 唱未来 为期三日的展会 吸引了全球近200家科技企业亮相 预计将有超过3万名专业人士到场参观 在消费电子前缘产品展示的同时 助力全球消费电子企业 供营行业新周期 打造新场景 共创新架局 现在国内很多的VIADA公司 都是国外的内容 连到中国 其实中国IP有很多 无论是秦朝、唐朝 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个 用科技创新来带动全球市场 接下来还有更多的中国制造的新产品 在我们广交会上亮相 拥有国家高新技术 专政特新的小巨人 和制造业单行冠军等称号的参展企业 是多达8千多家 足足比上届增长了四成 到时候一定贴着我们特首的报导 最近有深圳保安那边的家长 跟我们反映就说 他在家附近的组教机构 就报读了课程 没想到课还没上完 组教机构就关了门 就疑似走路 初步统计有过百位家长 买了课程 涉案金额超过百万 他的情况是怎样 收手来 家长陈女士介绍 今年年中 他在该组教机构那里 为小朋友报了十个月的托育班和组教班 但先上了半个月课 机构突然在十月七号晚宣布由于经营不善 决定币点 宝宝现在是两岁十个月 我们是传天的托育 早上的话大概是九点上课 下午四点半接回去 我是五月份报了一次 然后交了六千块钱 然后四月份又交了三万四 报了十个月的托育 我们才上了半个月 还有三万七千块钱都追不回来了 其实前天下午五点多还在跟我们发下周的一个上课的通知 晚上十一点四十就给我们发 就是倒闭了 有家长表示 这间机构已经在这里开了七年了 课程节纸和老师上课体验都不错 所以附近小区的家长都来这里报名交费 林生表示 九月份的时候 该机构还进行了课程促销活动推销 不少家长都追加了课程包 9月1号交的钱 做那个优惠招生的活动 然后当时我们了解他们还有外交 相对价格也比较合适 原来是一年是要交两万四千多的 然后活动的话可以少到两三千块钱 我钱到交了出去 我一节课没上 记者发现家长付费课程收款方分别为两家公司 记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事系统 查询到其中一家已经被列入了经营異常名论 据家长们的不完全统计 目前涉及预付缴纳托班费用超过上百万元 家长都没办法联系到相关的负责人 涉事家长已经报警 目前当地社区已经介入调解 登记家长的信息 协助派出所进行调查 有律师表示 组教机构收取消费者充值 就和消费者建立了服务合同关系 在本案中 如果这家组教机构 已经没有办法提供约定或者承诺的服务 并且没有事先做出提醒或者告知 依然收取消费者的处值 不单只属于根本违约 还涉嫌欺诈 这家店的负责人 在没有履行法定清算的情况下 就停止营业 引起来消极面对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 如果有证据表明 其具有侵吞消费者资金的故意 并以许诺的无法兑现的服务 作为诱饵 就属于诈骗了 那么建议消费者 即使保存手里的合同 支付凭证等等证据 可向警方报案 也可以向法院起诉 同时建议申请账户冻结 自然查封等财产保险措施 从阳之,今天的天气真的相当好 秋高气爽,阳光灿烂 所以不少长辈都会选择登高望远 除此之外,不少机构组织 都举行敬老爱老的活动 以旗友好,乐银龄为主题的 敬老越战服务大行动 今天正式启动 活动现场还开设了 为老志愿服务集市和银发集市 只在通过一系列的贴身举措 为广州市的老年群体提供全方位 和多层次的关爱和服务 进一步去弘扬专老爱老的社会风尝 我们今晚感受一下 今天上午,旗友好,乐银龄 敬老越志愿服务大行动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由中共广州市委社会工作部 中共广州市委老干部局 广州市民政局等多部门指导 广州市志愿者协会主办 活动现场发布了 《为老、为老、变老》的特色系列活动 全身组建了多支 《为老志愿服务专业队伍》 我们围绕着这个住老、进老、变老的一个行动 会开展五大活动 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去开展 这个专才志愿者服务 长者的这样的行动 第二个的话 我们是开展这个两场的摆收业 就邀请 每场都会邀请100个这个长者 来参加我们的摆收业 那第三个是我们开展 初老服务 老老的这样的一个志愿服务 我们会开展志愿者的培训 会发动更多的初老志愿者去服务我们的长者 提供志愿服务 其中的长者扑法环战 受到很多市民朋友的关注 我们主要是以资深律师为我们队伍的骨干力量 那可以以初老夫劳劳的方式来进行普法 目前我们的普法方式也比较多元化 除了现场的咨询以外 我们还会制作老年人的一些普法册子 比如他们比较关注的一些财富传承 防诈骗等等的一些法律知识 我们会进行普及 我们还会一些创新的法律体验 比如是模拟法庭 那样长者可以通过法律的体验 来更好的知法学法和科学用法 另外很多老后记都不知道 其实银领安空行动 是由政府统一出资购买的意外伤害综合保险 只要是60周岁及以上的广州户籍老人 就会被自动纳入到统保范围 但很多长者对慰老政策了解不足 发生意外情况之后 不知道怎样去申请理赔 这个时候就需要专业的队伍进行宣传 广州市的60周岁老年人 我们将近200万人 我们都为他提供的 那个相关的一些保险专业的服务 那么现在我们成立这支志愿者队伍 主要是更方便于 我们老年人的这一块的服务 打通最后一公里 我们现在在广州市的各个村居 我们都会有定时定点定期 为我们老年人提供那个理赔服务 还有后续的一些增值服务 比方说我们的健康管理 比方说老年人防骗等等这些 敬路外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被灯 那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志愿者呢 我们会邀请相关的一些专家学者 还有我们一些老年服务 比较有经验的一些骨干志愿者 还有我们的老文院的相关的一些老师 来给我们做专业的培训 包括怎么去照顾他们 包括老年人的心理辅导 这方面我们都会有一个课程的安排 给予我们的志愿者更多的专业的技能 更多的力量支撑 一年当中现在天气最爽了 又有阳光晒并且不会太热 对于长者来说 这段时间吹吹北风 而且会转季 要留意一下脂器管方面的问题 因为很容易有几声咳 特首的专门请来了老年病科的专家 从中医养生的角度 去科普一下长者养生的秘笔 收手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的呼吸系统功能逐渐减退 肺活量、肺谈性 呼吸道粘膜的分泌功能均有所下降 这个令到老年人在转季那时抵抗力降低 容易引发呼吸道的疾病 其实天气已经是明显的 是有一些变化的 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 这种情况对老年人的一些 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发生 是有影响的 每年到了这个季节 门症呼吸道疾病的病能 是明显的增加的 同比大概增加 都会增加10%到20%左右的一个病能 所以老年朋友们要注意 呼吸道疾病的一个高发 呼吸道感染症状在临床上比较多见的 有鼻塞、流鼻涕或者烟干 烟痛还有咳嗽、多痰等一系列的症状 由于心肺功能的衰退 所以平时可以加强心肺功能的锻炼 其实在家我们是有一些 比较简单的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的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简易的一个 我们平时常用到的一个矿泉水平 矿泉水平放上一个吸管 我们就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个肺功能的一个锻炼 方法就是用鼻吸气 然后用吸管对这个水平持续的呼气 持续的一个呼气 呼气时间大概10秒到20秒 老年人通过这个操作的一个锻炼 可以改善我们的一个肺活量 通过持续的一个呼气 可以提高我们的一个肺功能 专家建议了 抽造的时候老年人食疗方面 多吃一些时令的水果 例如雪梨就有润肺生存的作用 另外通过按摩迎香穴和连传穴 可以减少呼吸到疾病的发生 银箱穴在我们的鼻翼旁边 我们可以在银箱穴这两边 我们用食指轻轻地顺时针地按摩 按摩60下 还有轻轻地按压 通过每一天的一个锻炼 可以减少我们的一些鼻部的一些不适 连传穴在我们的这个喉劲的中间 在喉劫的和喉劲的中间 这个位置轻轻地按摩 每天顺时针按摩60下 在逆时针按摩60下 可以促进我们的一个精液的生成 对于口感舌燥的一些老年能 可以起到一定的一个帮助 养生这件事是全方位的 中医讲求什么自未病 尤其对身体好寡 其实很多方面都关系到的 尤其是睡得好 又或者吃得好 说到吃寡 没有一盆美牙 没有充足的营养液入的话 身体很容易出问题 中介医家庭医生口腔 关爱全省的老年人牙齿的健康 开展这个狗狗重阳关爱口腔的 看牙回馈的活动 连日来多项的公益看牙的举措 你的街坊实打实感受到不少的实惠 不少街坊大赞 看牙得好多 手手 开港又说 民以食为天 食以此为先 来自黎湾区的盧牙医 就饱受缺牙痛苦多年 随着年龄的增长 全口牙齿绿绿脱了 咀嚼食物都有困难 很久了 从小就有问题了 雷直言很后悔没有早点来看医生 如果早点种牙早点收服 就不至于全口缺牙 如果我们切了牙没有及时处理的话 我们旁边的牙齿会往我们切牙的位置倒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牙齿在吃饭的时候 就会容易塞东西 塞了东西以后我们会引起蛀牙 蛀牙的话 我们可能会进一步导致牙周的问题 那么就像我们的树一样 它没有土壤了 我们的骨头也会吸收 那么吸收了以后 我们的牙齿就会松动跟脱落 那么我们牙齿松动脱落 会加剂其他的牙齿脱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在建议切牙的时候 尽早做一些处理 能够拥有口好牙齿 是强健身体的秘诀之恩 所以平时一定要做好口康清健 定期到牙科医院 进行检查和护理 那比如我们吃了东西以后 我们食物塞在我们牙齿之间 那么我们的一些软垢 多是要进行几时清洁的 如果我们不做好相应的清洁 那么我们可能会引起蛀牙 就是我们所谓的烂牙 那么我们可能会引起牙周炎 那么就是所谓的这个骨头的吸收 那么这样的话 可能会引起我们牙齿的松动跟脱落 所以我觉得不管在哪个年龄阶段 口腔卫生的维护才是核心的 重阳节游清敬老节 在这个充满敬老爱心的日子 中介医家庭医生口腔 关爱全省老年人牙齿健康 开展狗狗重阳关爱口腔 开牙回馈活动 满五十岁的市民首次到院 可以免费领取订动的泡脚筒一个 同时子女配同父母上门看牙 可以免费享受种植牙的补贴 减免一千块钱 同时来院可以免费享受种植牙的 免费现狼抽的一个活动 最后我们也有推出 像瑞典、诺贝尔指定种植体 中医送医的一个优惠福利政策 重阳九重礼 遇作中介医家庭医生口腔 二十七周年兴 双重福利为民到家 年一来多项公益看牙举措 令街坊实打实受惠 是有优惠的 我中医四个 一万二千多 现在中医四个 中医两个 大两个 中医两个 两个都是七千多 这个月来中介医家庭医生口腔 看牙省钱还有礼送 不单只看牙消费满额 能够摘羹蛋 摘出家电毫礼惊喜送 更有二十七元 解锁万元全家卡套餐 包含全年份量的实用生活用品 以及全家人的各类口腔清建 和治疗项目 惊喜接二连三 着数多得拿都拿不完 国庆的长假虽然过了一段时间 但是各地旅游的市场 依然都挺火爆炸的 就像江苏扬州那样 在那里各大的车站 景区仍然有很多的背包客 银发团 错峰下扬州 现在工作日的人流 还多过以前的周末 收手 上周徐州的背包客小王乘坐高铁下扬州 小王自小对扬州充满向往 作为资深的背包客 小王甚至品味文化 要慢下扬州才能够好好享受 错峰出游才是正解 客楼情况显示 接下扬州东站并未出现客楼断层情况 车站到发客楼仍然接近三万人次 除了小王这样的背包下 更多的是有大把时间的银发重 老铁们 现在我在扬州寿西湖 这里的风景很漂亮 在寿西湖景区 记者遇到了来自吉林长春的杨阿姨 昨天下飞机 杨阿姨今早就和团队一起 来到扬州名田寿西湖打卡 湖面上绿波荡漾 两岸花团感冲 杨阿姨拿着手机忙个不停 喜事地拍视频 向家乡的亲朋好友推介 放假的时候都是这帮忙的人 有工作的 因为他们喜欢玩 因为我们明天已经退休了 闲的嘛 就是给年轻人让一让路 上周九点 景区入园人数达到4000多 虽然不及国庆长假的高峰人数 但已经略高于平时的周末 而景区不再是人山人海 非常适合银发族漫游上景 现在人少了 他又到比赛来了 外地朋友错峰罗羊 不少扬州的市民 也筹划出门看看 他了解 近期市民拥有部团 国内外多条线路已经成团 报名率超过八成 10月份到贵阳的话已经成团了 目前的话也是以中老年人为主 还有包括我们10月底前往张家界 我们将近有100多个人 也是以中老年游客为主 继续和大家去玩转香港国际机场 准备搭机要出发 最怕什么呢 就是赶飞机的时候 肚子鼓鼓声叫 怎么办呢 不用担心 香港国际机场里面拥有非常多的地道小食 和国际美食餐厅 无论想吃什么都能够满足你 从米其林升级的食肆到人气餐厅 中西日韩太阅美食应有尽有 在你登机前可以享受微微 你说多舒服的享受呢 今晚和你去感受一下 周围国际航空宣扭的香港国际机场 不单只为旅客带来辨设舒适的乘机体验 机场内丰富的美食选择 更加是一大量点 等旅客在出发搭飞机的同时都可以大饱口福 在香港国际机场的东美食广场这里 各种各样的国际美食都可以在这里品尝得到 从泰国的东阴工 再到日式的刺身饭 再到港式的鸢吞面 都可以任君选择 在这里衣饱个肚子 再搭飞机出发 真是大满足了 香港国际机场集结了超过50间餐饮品牌 拥有三个美食广场 为旅客提供了丰富又多样化的美食 为了令一种的食客 可以更加轻松便知感一饱口福 机场推出了快至高厚的预先点餐服务 旅客可以在美食广场的自助点餐机 选择心仪的食物 亦可以坐下之后 直接在桌上数码点餐 身上没有带现金的也不用担心 香港国际机场支持信用卡 以及多种电子支付方式 满足不同旅客的需要 全部都是新鲜滚热 入烂烟箱烹饭 坐在桌上数码点餐 就能尽享加很多美食 我该不客气了 来到香港 我们一定不能错过的小食之一 一定就有蛋撻了 我想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拒绝出一�weis 在香港各地機場 可以打卡到新鮮出爐的蛋撻 我想要一隻飛機芝士撻 還有一隻農場牛乳酥皮蛋撻 有嗎? 沒了, 麻煩你 謝謝你 這個蛋撻的味道非常香濃 首先它的酥皮真的酥脆可口 而且中間的蛋液部分是蛋香味十足 而且坐在這裡看著飛機吃蛋撻 零碩有感覺 屬於那種在私童圓坊當中 找到生活的煙火器 如果吃完蛋撻還有肚子 不妨再往西美食廣場行客 必蛋撻的暗然燒雲飯、芝士漢堡 還有超好吃的奇趣拼盤 更是令人流口水, 食指大動 如果你想飽浪, 一事無敵景 就要過來西美食廣場 除了可以品嘗到豐富多樣的美食 你和飛機的距離還非常接近 香港一向都有美食天堂的美語 我們機場作為旅客 來到香港的第一點 又或者他們離開香港的最後一點 所以我們很希望 在餐飲服務這方面 彰顯美食天堂的美語 我們一般會透過幾個方法 包括市場調查 顧客意見的反映 甚至有時看一些社交平台 去了解不同旅客的喜好和需要 從而制定我們飲食方面的選擇 和策略 香港國際機場 不僅是一座連接世界的航空橋樑 更是一個令到美雷喜舞的美食樂園 無論是匆匆趕機 還是遊言在等待的旅客 香港國際機場 正以它獨遊的方式 持續七輛美食天堂的金漆招牌 讓每一位遊客都可以在這裡 留下難忘的美食記憶 好了 來到多多聲 小小非為推薦官的環節 看看小朋友的風采 今晚我們跟著這個小小非為推薦官 去感受一下佛山同作展指 並且學習一下姚寶蓮老師的象心精神 馬上出發 大家好 我是來自湖南省 永州市傳方小局的 小小非為推薦官 貴許醫 曹老師 銅槽捲指有什麼特點 都包含了哪些記憶在裡面呢 銅槽捲指啊 不是捲也不是刻 是一粒一粒 用豬刀來敲鑿的 銅片 在銅片上面 以點帶線 以線帶面 老師啊 把會氧化的銅 用純999黃金來創新了 還用西藏堂卡的畫法 讓它牽連不掉色 這個就是 老師的 銅槽捲指的特色了 近日 我有幸跟隨 小小非為推薦官節目組 一起走進了 銅槽捲指記憶的奇妙事件 踏入展廳的那一刻 金碧輝煌的色彩 給了我極大的震撼 銅槽捲指記憶 讓我真切體會到 真正的藝術 並不絕非一蹴而救 而是需要耐心 專注以及對細節的極致追求 從繪畫構圖到精心敲鑿 再到細膩上色 每一個步驟都凝聚著 手工藝人的心血與情感 這一記憶傳承的 不僅僅是手工技巧 更是一種民族精神 承載著先輩們的智慧與創造力 穿越時空流傳至今 觀看銅槽捲指記憶 使我對傳統文化的敬畏之心 愈發強烈 也深刻意識到 我們肩負著保護和傳承 這一歷史文化遺產的重任 讓它在時代洪流中 閃耀光芒 大家好 我是來自江門市 泛羅岡小學的 小小飛夷推薦官 曾慶坤 楊老師 你可以介紹一下 銅槽剪指其中包含的 製作工序有哪些嗎 從開始繪畫到描線 著色 然後前後立體錶 錶完還要製作 我的創新點就是 用純九九九黃金 來代替了銅會氧化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創新 讓它千年不掉色 增金不怕火煉 金燦燦非常漂亮 金碧輝黃 我有幸參加了小小飛夷推薦官 錄製節目 本期的主題是廣東剪指 廣東剪指 歸屬於南派剪指範疇 技法涵蓋 刻、鑿、剪、畫、襯等多種方式 其中 飛夷大師姚寶蓮別出心裁的 江西式杜真金的手法 運用到鑿這一技法當中 使得同朝剪指得以重換棺材 並營造出一種金碧輝黃的效果 在觀賞姚老師的作品時 內心更是充滿驚嘆 那線條粗細均勻 形狀還帶有逼真的3D感 每個部位都心理到了極致 把剪成的圖形放置在白紙上 就好像天心繪製在上面一般 飛夷大師儘管每日艱辛的工作 但裏上卻始終洋溢著笑容 這種堅熱不拔 及底向上的品質 無疑指導我們每個人認真學習 和用心感悟 最近一大群的白露 匯聚在韶關羽園的南水湖 國家濕地公園 真正 你想像一下 一項白露上青天的一種情景 你說你去搭車也好 去拍照也好 那個地方不用錯過 這個時候跟著我們的鏡頭去感受一下 作為廣東第三大的人工水庫 位於韶關羽園縣城西部的 南水湖國家濕地公園 水質優良 屬於飲用水源一級保護區 豐富的水域 貌密的植體 成為了白露的綠色天堂 為了守護好這裡的一片淨水 近年來 韶關羽園組織了相關部門 對南水水庫庫域及周邊 開展了多次聯合執法行動 大力打擊各項破壞生態的違法行為 為白露、紅眼等候鳥 提供了理想的車色地 加大相關的宣傳力度 讓更多人知道 南水水庫有哪些行為是不能做的 也明例禁止 同時 韶關羽園通過實施 逼水攻堅戰和河掌制 全力推進水環境質量的改善 確保軟密內河流水質口核、 斷面水質達標 同時還通過制定嚴格的 水污染防止條例 對違反規定的單位和個人進行處罰 持續加強飲用水水源保護區管理 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 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我們會繼續堅持在新政府 以及聯合執法小組的領導下 加大尋查執法的力度 嚴厲查處、垂吊、 商務傳播、災課等違法行為 現在南水湖國家濕地公園 發現圍館植物1059種 國家級珍稀保護植物11種 野生動物811種 水資源保護、濕地學、生態學、 生物學和地學等領域 都具有較高的科學價值 好,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感謝你的收看 大家生活當中有甚麼猛料勁料 不妨報料給我們 很簡單的 關注我們特首的微信公眾號 將相關的內容在後台發給我們 記得留下你的聯繫方式就可以了 現在秋風氣爽 秋風時間走出去一起玩玩 感受一下這個美好大自然的風光 好,感謝你收看 明晚同樣時間約定了 拜拜